我覺得討論女性相關的髒話 並不是要說 我們以後都絕對不要再說這些髒話 應該是用個比較正面積極的方式 去看待這些髒話 那作者在前面就有講一個故事說 她有一天在火車上 然後就好像是她 Babysit一個女生 然後跟另外一個小女生的媽媽 一起在火車上 她就對這兩個小女生說 那為什麼Manda她又說 Y'all呢 因為在英文裡面啊 我們都學過 你跟你們 這兩個字其實都是you 也就是說呢 沒有複數的第二人稱 今天Amanda假設跟這兩個女生說 How did your French test go? 這兩個女生可能會覺得說 她不知道到底是在問 其中一個人還是兩個人 所以她認為說 這樣意義沒有辦法完全傳達 然後這時候就有人會說啦 你為什麼不說 我們在生活中啊 電視上啊 常常看到一群人都會說 Hey guys Hey guys 講一個很好笑的就是 我其實一直到 國中還高中 我才知道原來guys在講男生 Amanda的意思就是說呢 她想用y'all 是不想要用guys 也不想要用男生的代稱來指涉女生 因為guys不代表所有人嘛 她認為這是一種 Linguistic Sexism 就是語言上的 性別偏見 而且下一個章節就開始在講一些髒話 那英文裡面有很多髒話呢 都是跟女生相關嘛 而且尤其是跟女生的 性欲非常有關聯性 就如果今天這個女生選擇她要有性的話 她就會是一個Bitch Whore 或者是Slud 反正有各種不一樣的罵名 那假如她覺得她今天要遠離性 完全生活中沒有性的話呢 她又會被認為呢 就是prude 所謂的prude呢 通常都是在講那種過分震驚 或是古板的女人 當然也有罵男生的髒話 但是呢 差別就在於 男性相關的髒話呢 都跟男性的行為有關 她已經做出一件低級的事了 我們才會說她是一個pig or a dick 那為什麼這些關於女生的髒話 女生也同樣會罵啊 相信應該 很多女生也都會說Bitch 或是Slud 這些字嘛 我覺得討論女性相關的髒話 並不是要說 我們以後都絕對不要再說這些髒話 應該是用一個比較 比較正面積極的方式 去看待這些髒話 然後作者提出來這兩個想法 我覺得很好 就是說 罵別人的時候呢 就盡量針對行為去批評 然後再來呢 第二點就是 她認為性別相關的髒話 其實也可以有 正面的意義啊 比如說你可以說 oh she's a bad ass bitch 這個bitch呢 就表示她是真的很屌啊 然後非常厲害的一個女生 就可以說她是一個bad ass bitch 也就是說呢 其實bitch slut 這些字啊 其實也可以從正面的意義出發 那作者就認為說 這樣就是女性 重新拿回英文這個語言的 所有權的一個方式哦 好啦 那到了第二點 就是她覺得有些女生 講話的特徵啊 會被認為是不專業的 尤其是某一些年輕女性講話的方式哦 到底是哪些特徵呢 比如說用太多的填充詞 填充詞呢 就像是 like you know 這些沒有意義的詞 第二種特徵呢 就是所謂的 uptalk uptalk 顧名思義就是 往上講 也就是說 所有的句子語調都往上 即便是肯定句語調也往上 比如說 I went to the new restaurant and they have the best burger but it's a bit expensive oh my god 另外呢 還有一個叫做 vocal fry vocal fry 所以vocal fry呢 就是你用你的聲帶 發出一個很低沉的聲音哦 比如說 you should totally try it pst this is really becoming an issue for me for me for me 總之那個 的那個聲音啊 就是所謂的 vocal fry 那這些說話的方式呢 是經由研究證實 會讓人說話的可信度降低 但現在作者就是覺得說 uptalk啊 vocal fry啊 或是這些大量的like like like 會被討厭呢 是因為大家討厭女生 哇 我也不知道 這 有沒有辦法成立 那我自己的想法 我也會跟 觀眾說 不要 太嚴重的uptalk 或是不要加太多的filler words 我是出發點 當然不是說我厭女 我覺得我沒有 我的想法是 真的 這些filler words 以及uptalk 會讓人 永遠摸不著頭緒 你到底想要表達 這是什麼 所以 對我來說 會降低表達的效率 我相信現在看影片的人 也都說 啊 我很討厭人家 也說like like like 我很討厭別人有那個 那個vocal fry的聲音 或是我也會講 hey guys 但我沒有 歧視女生 我也有類似的想法 我們說 hey guys 會不會讓我們潛在地認為男性 就代表了 所有的人類 還是 因為我們認為男性代表所有的人類 所以我們才說 hey guys 到底是語言影響思想 還是思想影響語言呢 相信就跟 季生蛋還有誕生季一樣 是沒有什麼結論的 這兩個面向 到底是怎麼樣 交互影響的 其實才是所有關於政治正確 以及語言之間 爭辯的最終邏輯 這本書我喜歡的一些面向 是比如說他去討論 我們要怎麼樣更正面的 使用女性相關的髒話 這我就會喜歡 但是呢 一直貼 厭女標籤 我就覺得 我個人是沒有特別喜歡 而且 這本書裡面就是講了很多 old white man old white man 愛到誰 就 我不喜歡那種 會很造成 us versus them 的那種想法 所以這是我不喜歡這本書的點 but I still finished it it was well a good read I guess 時間軌道